各位投資者 各位金融界的朋友你們好 欢迎你们来临今日 我们亚居乐地产和股限公司 2012年全年业绩公布的投资者推介会 我是陈志泽Domingo 资本市场及企业事务总监 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议程 首先我会请陈主席 讲一讲我们亚居乐2012年的业绩概纜 然后请Janice和Alex介绍一下 我们的财务概要和营运状况 接着就到我们的Q&A问答时间 现在我有请陈主席 向大家介绍业绩概纜 有请陈主席 各位投资界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参加亚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建议2012年前年业绩 投资者推介会 回顾2012年 在国际的金融市场 尤其在欧债危机 特别是在国内房地产政策的调控下 事实上国内的房地产 在2012年经营相对比较难 公司也取取了多项的应变措施 尤其在工程、成本 特别是在销售那边出了很多政策 说真的 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 我们的2012年的业绩 是不错的 集田 2012年营业额 人民币 30 300点 74亿 比去年同时期增长了1.1% 股东应占利润 人民币50亿 亦比去年增加了21.8% 毛利率是41.4% 比去年低一点 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这一一年 海南岛的确认收入比较多 海南那边的毛利高 第二个事实上 我在一零年和一一年 亦减了价格 那 政绩润率是半至 17.1% 也略低了 亦是这样的原因 那董事局决定派发末期息 每股 是23.9港鲜 那 连同中期派息的 14.5港鲜 就合计前年 每股是38.4港鲜 2012年 集田 合约销售 总额人民币331亿 就与前年多一点 那 合约销售 平均 每一平方米 是 1万0 200 元左右 和去年都差不多 土地储备方面 在去年年底 分别我那些 从从庆 郑州 西安 海南的文昌 惠州 和云南的瑞麗 藤冲 拿了8幅地 总的价值是 28亿 是很便宜的 每平方米 是495元 每平方米 到了年底 我那些 还未付的土地款 是6亿左右 估计今年都给了 在今年第一计到 公司亦都在佛山 和腾冲的第三期 我们拿了90万平方米的土地 投资了7亿左右 集田现在在全国 各地 去年底的计数 就有75个项目 土地储备 合共是 3492万平方米 而每平方米的土地 建筑面積的价钱 是1148元 占我这一二年的销售 均价来计数 就是 那个成本是11% 大家都知道 公司一直来 都是保持着土地和销售 每个均价是一万元左右 未来我的理议和竞争力 是比较大的 近过几年 我已经投资了500多亿 在买土地 分别有三大类型 每一次都讲的了 第一类型 就是市区中心的 事实上我最近在南京 拿了一个大项目的 和上周 就是前两年了 那里占我的份额 是13%左右 均价是 两千多元 但我现在的销售价值 譬如说 像广州的 库春山居 我估计买到 根价两万多左右 如果今次的瀑口 那里我推出 因为我投资了五十几亿 总的这边是八十几亿平方 那我的估计 军价包装收是三万元左右 那三万元 那里我接近两百亿的销售 今年我的估计 向八九二分推出 所以那些数据 在未来我的 亦都是为我的公司销售 包括营业的 那城市边缘 包括我的做开的 大家了解的了 占我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左右 那还有海南、云南 包括高增长那些 亦都占我的 是四十几亿亦都占我的 是四十几亿亦都占我的 那2013年集田 那那些 呃 亦都 有七十几个项目 开发 那今年是足够的货量是销售的 那那些 到年底 新项目 交配 旧项目 有六十 二个 波浙海消失 那包括 十三个前新项目 那刚才所说的 正是南京 那些都有 呃 江苏有三个 一个是蒲后 一个是 那个门东那里 那还有一个是常州 那那十几个项目呢 其实就 大部分都是比较 呃 优质的 估计在我们今年的销售额里面呢 亦都占一定的比例 那那还有三十几个项目呢 是旧项目新祖田的 例如说港洲雅居乐呀 那包括中山呀 包括现在海银岛 其实那些也有新的造田推出 那那我都以计 今年 前年的合约销售目标 是四百二十亿 人民币 那未来的三到五年呢 其实我刚才说过了 我那些 总共的南京有 大概是三千五百万平方米 有七十几个项目 那我那些 已经做了未来三年的计划 那我那些 对外港呢 希望就是 二十到三十个百分之的增幅 就是销售 那但是事实上 我的豪有信心是 是超出那里的 那正这一项率呢 今年是低了一些 大概是十七点几 那我估计我的未来呢 刚才所说的 我的土地价值是便宜的 那包括我的现在品牌呀 包括我的市场一占有率呢 是逐步增幅 那我的保守一些呢 估计未来是 是 纯利人率 是半至十五到十八的百分之 那事实上 现在能够做到那里呢 是不错的 那那些为什么拉低了呢 其实 我的现在新泊的土地呢 说真的 现在就去到十五码 甚至再低一点 我这些都会做的 但是我 阿居落地可以看到呢 那些有成 起码十几个 是超过一百万平方米的 十五个 那在未来都是下跌了那个价钱 那比如说海银岛 包括现在讲雅那些的 其实我的那个 毛利率和利率很高的 事实上都会有帮补的 那2013年 我那些 以锁定确定收入买了的呢 有172亿 可以看到呢 我那些 为我那些今年的 那个业绩 是有相对的 很大的保障 而我那些现在还有几百亿的货呢 其实我那些希望能够超过400亿的销售 那在那里呢 相当大部分都是欠货的 那420亿是我的目标 但是我那些很希望呢 是超标 当然 到今天为止 我那些的业绩 是一般 说真的 是达到我的那个 20%不到 因为 我那些在 12月份呢 推了几个新盘出来 大家看到 12月份 我那些做了六十几亿 那其实现在新盘 我那些估计是四份 年中 和下半年推出 那如果能够超过那个 比维计数呢 我那些很希望能够 今年确认收入 和那些的利益 希望有 相对的增幅 那美来三年计划 其实我那些由年底 包括年头已经是 前面正在做的 譬如说 我现在还有二十几个新的项目 新的祖田 开发 我这间呢 一会儿被 拿出奖金 一奖我的那个 自己公司的 帝国奖的工程的 那希望能够 典期间代 能够推出市场 那我的未来的计划 计数呢 现在希望 旧的项目 刚刚所说的加快 如果新的项目呢 我现在拿到地 譬如说佛山那块地 我的计划是 12个月 那么多人 现在有些人说 七个月 八个月 是很难的 因为我现在都做比较高层 三十层 那么我希望 12个月呢 去能够 推出市场 所以未来 我对今年的业绩 就是刚才所说的 是审慎乐观的 公司在发展的 我现在的业绩 也都有 今年有几大策略的 第一 向管理那边 事实上 我现在 根据我的公司 我现在的优势 每一年我都说的了 包括了解雅居乐 亦都在现在我去看看市场 包括周边那些大的发展商 我都吸收一下它的经验 估计在管理 尤其是刚才所说的开发 包括其他方面 我都会有适当的调整 最重要的是 加快开发量 刚才所说 无论新构项目 因为我现在有 这么多个土地储备 在到 我都很希望能够 面粉变面包 事实上我已经说了几年了 但说真的 已经是去年好不幸 这些政策问题 其实我这些是有货在到的 希望加大销售 加大开发来计算 包括我的价钱能够合理 希望能够 那几年 营业额和利益 有一定的保障 同时 我刚才所说的 我这家优势 有15个项目 是超过100万平方米 给了钱了 而且是买得很好 有些项目来计算 是为我的未来 有很多年的业绩 再加上 我现在和优势 和其他 我都分析过了 我这些有15个今年 是超过10亿的 每一个项目的销售价 比如说现在开门岛 我估计 超过几十亿呢 所谓的足以支撑 我们的未来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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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的 还有 在那个产品方面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现在的策略 是百分之二十高天的产品 如果了解 最近亚居乐的产品 和的 走势 大家知道了 我都说 在广州的富春山居 做出来 一下子买了10亿 是广州最豪华 最好的小区 我们投资了几亿 在那里的 那些产品 可以说 目前广州是最豪华的 包括我都向中山 那接着来呢 向南京 包括现在成都已经开了 那我都向百分之二十那个 那个高天产品 已经推出市场 除了为我的未来的业绩 和利益 其实是为我的品牌 为我的未来 像刚才所说的 城市中心区那里的竞争力 是很大的 那还有百分之二十呢 就是旅游产品 那大家不要担心 是不是全部海南云南呢 不是的 那你们都看回了 前年多些 今年是十几个百分之二 就是一二年 可能一三年 就可能多些少 去到 去到 二十多些 但是我的长期的计数 包括云南和海南 都是二十个百分之二 那现在 即仲向 光衰的 事实上我这些都是 了解雅居乐 那里 我现在 即光衰的产品 比如说中山 包括在广州 我的楼盘 九十几方八十几方 一推出 全部卖了 所以我现在 在设计 包括有些新的一期 我们将那些产品 都调整 就是做回那些光衰 那 土地储备方面 其实 刚刚所说的 我的好大优势 有七十几个项目 其实我的未来 在投资方面 我刚才说的三个比例是不变的 但这几年的积重在土地价格比较 有增幅力大 周边的城市边 今次我在江苏看了几个地方 包括宁波 包括今次在安徽 我都看过了 真的在江苏隔离的 它的价格很便宜 但在南京开车过去 半个小时不用 那是我的强项 所以在未来的几年 包括我都会亲自去 那些有发展潜力的大城市 我的六项目 而且我这些公司的品牌 包括我的产品 加上我的快足期来计算 我相信我这次的策略 一定是对的 同时 现在我的今年是会估计 拿130亿出来 只要是在那些城市 希望每一个项目 是5到10亿左右 那3亿来计算 我都希望能够拿到 15到20个项目 拿了呢 譬如说佛山 我现在马上开局 希望明年初就有销售 那如果那20个项目 刚刚所说的 那百多亿投下去 我那些最快的 在2014年就已经是有销售 而我到2015、2016年 对于我那些市场的份额 是很大的 当然我那些现在前国例计算 刚刚所说的 华南 那些是占的比例 未来的发展 现在是大一点的 但是估计 那些在 未来的三年 我都希望在广东、华南那里 占35% 因为事实上 我现在外省那边 已经是铺了很多的 例如江苏 我那些 华东那些 已经扔了百多亿 那今年的销售 已经是差不多一半一半的 就是那个销售额 那我的未来 可能在外省那里 就是华东、华西 包括现在在周边的项目 我那些欠有项目那里 就占百多亿45% 当然旅游、地产 云南、海南 都是刚刚说的 是百多亿二十左右的 那财务方面 一会儿再详细介绍 那我们希望 今年未来 做三样东西 第一个 我们希望通过 那次的业绩公布 说真的 我那些 亦都很反思了 那些真正的那几年 哪些 是还是报救的 那些已经在调整 第二个 是我们最近三年的计划 刚才我很简单地说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调整 第三个 其实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计划 我们已经在策略近 包括我们的商业 酒店那里 那里 当然那些环是以住宅为主的 那接着来 真正的时 讲讲财务那方面 好 多谢主席 接着跟大家介绍一下 集团 在2012年的财务回顾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集团主要的财务状况 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下 集团的业绩表现是符合预期的 营业额方面 2012年集团的营业额 是人民币38.7亿 是比2011年上升了31.1% 成绩是表现理想的 毛利方面 集团的毛利是人民币124.4亿 是和2011年是差不多 而集团的毛利率是41.4% 是比2011年下跌了12.4个百分点 毛利率下跌的原因 刚才主席也都讲了两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 毛利率比较高的海南清水湾项目 在2012年的确认收入的占比减少 那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 2011年和2011年的减价的影响 不过集团的毛利率41.4% 仍然是属于行内较高的水平 正利润是人民币51.5亿 而正利润率在2012年是17.1% 比2011年下跌了5.7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都是刚才所说 毛利率是有所下跌的影响 而正利润率17.1% 是仍然处于行内合理的水平的 至于股东应战的利润是人民币50亿 是比2011年上升了21.8% 是为股东带来 理想的回报的 而每股基本的盈利 在2012年是人民币1.45 比2011年上升了22.5% 增幅亦都比较明显的 而全年的每股股息在2012年 是派38.4港仙 派息比率是23% 比去年上升了12.3% 跟着跟大家讲讲集团主要的资产负债的情况 在2012年12月31号 我们的现金和银行的存款的总额是 人民币96.9亿 另外就未知取借贷额度 即是我们所讲的 Undraught Banking Facilities 是人民币14.8亿的 反映了集团是有较充裕的现金 再加上集团在今年1月份 掌握时机和捕捉了市场的窗口 成功发行7亿美金的永久资本证券 不单止进一步 是优化了集团的资本结构 而同时间令到集团 也有较充足的资金 去买前景优厚的地 以及应付集团业务发展的需要 除了现金之外 总资产和人民币是917亿 总资产减流动负债是人民币517亿 而股东权益是人民币256亿 而总权益是人民币279亿 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 总资产和权益都上升变好的 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 集团主要的财务比率 亦都是投资者和平级机构 是比较关心的财务指标 首先的是正借贷对总权益的比率 就是大家所讲的gearing ratio 就是负债比率 在2012年是64% 是比起2012年的中期的时候 我们下降了3.4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负债比率是有所改善 而同时间64%的负债比率 是处于合理的水平 如果我们计算2013年 我们7亿美元的永久资本证券 我们增加现金 和在会计帐上我们以权益入帐 令到集团的负债比率 是下降到41.7% 跟着是总借贷对总资产比率 是30% 至于固定利率覆盖比率 计算的方式是 息税、摊消、折旧前利润 即以必达 随意总的利息开支 集团在2012年的固定利息 覆盖比率是4.2倍 比较在2012年的中期有所改善的 亦都是处于合理的水平 同时亦都反映了集团 是有足够的现金流 和利润去支付利息费用 至于净借贷对EBITDA比率 集团在2012年是1.7倍 亦都反映集团是有足够的还贷能力 至于流动比率是1.6倍 最后和各位讲一讲 集团在2012年的债务情况 首先讲右面的图表 是各种债务的占比 占最大比重是银行的贷款 占总的借款48.1% 当中境内的贷款是占31.5% 而境外的贷款是占16.6% 至于优先票据是占36.9% 而可换股债券负债的成分是占8.6% 而其他借款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托借款 是6.4% 在这个表面大家可以看到集团的融资是多元化和有灵活性的 在左面的图表是关于集团的债务还款期 我们总的借贷是人民币275.7亿 当中境内我们占了37.8% 而境外是62.2%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一年之内还款总计是人民币62亿 是银行贷款来的 超过一年到两年内还款总计是51亿 当中包括了34亿的银行贷款 和18亿的其他借款 超过两年到五年内还款总计是人民币152亿 包括了人民币27亿的银行贷款 和102亿的优先票区 和24亿的可换股债券 最后是超过五年还款的是人民币10亿银行贷款 有关财务的回顾我已经介绍完毕了 接着来有请刘总介绍一下 集团业务的营运情况 有请刘总 谢谢 Janice 我简单介绍一下公司的业务营运情况 看回合运销售方面 2012年我们卖了331亿 比2011年轻微有少许增长 合运销售均价方面 亦都是基本上持平的 去到10200元左右 在确认的销售金额方面 就比上年升了30% 去到293亿 在确认销售均价方面就跌了一点点 去到9166元 因为海南确认的总额是少了 下面看回不同区域的确认金额的分布情况 广东现在也是我们最主要的市场 但是大家也会看到海南 明显由11年的占49.5元 下降到上年的大概占11元左右 当然今年的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因为上年海南预计的就是大概32亿 今年到现在已经是有48亿 全年的数字我们估计是会超过70亿 另外看回不同产品类型之间的比例 上年我们总共卖了26,000个单位 4,500个车位 各个产品的比例基本上和去年是持平的 住宅大概占8成5左右 低密度的就是大概占8成11元 而商铺和车位大概占8成4左右 下面是一些开发上面的数据 今年的新开工面积 预计会是400万平方米 全年的在建面积和去年基本上持平 是大概1,100万平方米的 全年可达到预售条件的面积 是660万平方米 而进攻面积大概是介乎 380万到420万平方米之间 今年我们预期销售的面积 是去到370万平方米 420亿的 今年的去法率和去年基本上都持平 是去到8-56 看回新项目的开售情况 今年我们会有13个新项目 是新加入我们的总的可销售项目里面 总数是去到62个项目的了 当中也有一些 包括像南京在秦淮河边的联牌别墅 夫子妙边那些可遇不可求的项目 今年也会陆陆陆陆陆达到预售条件 所以我们今年对销售目标的达成 是非常有信心的 新开售的13个项目的名誓 五一一讲大部分都在二三四季度 会陆陆陆入市 而旧的项目在买新组团的 有三十几个 这个表里面列出了十一个 这些都是上年买得非常好的项目 有些甚至买到断货的 现在陆陆陆陆陆有新组团出来 再补充回货量 这一部分的项目 对13年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已经成熟了 也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客户市场 我们超过一百万平方米的项目 有十五个 一二年销售额超过十亿的项目 也有十二个 在土地储备方面 总的土地储备面积是 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平方米 平均楼面地价是一千一百四十八元 如果按照我们上年的合约销售均价 一万零二百元来计算的时候 土地成本是占我们销售价钱的 半至十一左右 刚才主席提到 直至上年底为止 我们是有六亿多的未付土地款 这个在行业里面应该说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数字 在一二年我们用了大概二十八亿 买了八块土地 在明世里面列明了 大概的总建筑面积是六百一十万平方米 而平均的楼面地价是四百九十五元 当中有些 比如清水湾的 是买到两万多元平均价的 曲缸那些是万多元的 藤冲包括惠州、惠阳那些地方 是有住宅和别墅的 拉均匀的时候 都有十万元的平均售价 就是所有的项目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四百多元的楼面地价 大概卖到一万元左右的平均售价的时候 的利润空间 亦是相当可观的 今年初亦进入了两块地 用了七百多元的楼面地价 直至现在为止 我们未付的土地款是八点三七亿 在土地储备的分类方面 亦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件事 亚居乐不会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 所以看到我们既有一线城市的市区中心里面 大概占百分之十三 有四百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这些包括在佛山、南京、 广州、西安市区 这些市场需求非常大 亦是市场的潜力非常好 在城市边缘方面 亦是亚居乐比较有经验 和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土地储备 有一千三百八十多万平方米 大概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这些包括中山、惠州、重庆、瀋阳、 郑州和成都的项目 另外一部分是高增长的城市 这些城市地价比较便宜 亦是未来的潜力很大 大概有一千六百四十万平方米 占百分之四十七左右 包括海南的清水湾、文昌、河园等等的地方 下面简单说一下酒店的情况 上海曼豪酒店已经开业了 惠州的喜来登会大概在六月份开业 海南清水湾的Garavos 可能有些人已经去住过了 因为我们内部接待过了 真正的事业可能在下个月 接下来每年大概有两间酒店左右 会投入营运的 分别位于海南 有些是我们自营品牌的酒店 有些是在瑞丽 大概我们每年会投入 大概十五亿左右的资金 放在酒店那里 相对一个销售规模去到三四百亿的公司来说 我们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商业方面 佛山西潮的亚居乐大都会广场 还有上海曼豪酒店隔离的国际广场 也已经开业了 现在出租率都超过九成 也经营得不错 接下来清水湾国际品牌城 以及潘雨在地铁站边的一个鸿汐商场 也会在一三年落成 我们的总部大楼在珠江新城的项目的时候 也会在明年落成我们再搬过去 这个项目我们买回来相当便宜 三千多元楼面价 隔离已经拍到两万多元的楼面价了 两万多元楼面价了 两万多元楼面价了 两万多元楼面价了